再次到了松鹤楼,张宝成一看到是林九娘,脸上立即扬起了一抹灿烂的笑容迎了出来。 林娘子,你来是有事吗? 卖配方。 林九娘也不磨叽,从石河里端出了经过她拼盘的猪头肉,造型是一道弯月。 弯月中间薄荷的小嫩芽点缀在其中,瞬间提高了档次,食欲感大增。 林娘子,这道菜的秘方我要了,开个价。 食料。 你,你这是狮子大开口啊,这一个配方值不了这个价啊。 林九娘看了她一眼,嘴角一扯,一言不发开始收拾自己的东西。 林娘子,等等等等,有什么话好说,但我说的那都是实在话,你这价格的确太高了呀,毕竟就是一道菜的做法而已。 值不了这么多钱,一,一般那个一道菜的做法就一二两银子。 谁告诉你是一道菜的做法而已啊? 我这道秘方,不但可以卤猪头皮,卤鸡卤鸭也皆可。 一配方可卤尽天下可食用之肉,食料还是你赚了呢。 嗯? 此话当真? 我从不吹牛,食两无二价,你怀疑呢,我也不勉强,有的是食货之人。 林九娘轻笑,她会要的,她很肯定。 刘四郎到地里摘了些野菜,本想割猪草来的,却想起家里的小猪已经被娘吃了,割了猪草也没用。 随即垂头丧气坐在一旁,呆呆地看着天空。 三,三姐? 刘三妮面无表情地看了她一眼,继续弯腰搁着猪草。 刘四郎也不敢再偷懒,连忙起来帮忙。 你倒是聪明,跟着娘,好吃好喝,还不用干活。 三姐,我,我只是舍不得娘而已。 四郎,跟着娘,不要来二叔家,千万不要来。 说完,头也不回地往前走。 他们一处在火坑中,四郎就没必要进来,跟着娘,挺好的。 刘四郎一脸茫然地看着自己三姐。 三姐她在二叔家不好吗? 但此时由不得她多想,天色已不早,她要上山去砍把柴才能回家。 等她背着柴火回到家时,她娘已经在家,而且娘已经生火做着饭。